三號開始 三級警戒 有條件的適度鬆綁 但是卻有一生發現 因為沒安全感 焦慮 恐慌 因此求助身心科的人 比起微解封之前增加了三成 根據齊美醫學中心精神 醫學部部長林建和表示 微解封之後容易出現 擔憂等狀況 他建議這些人 可以從小規模的社交互動來做起 如果焦慮 緊張大到超過自己 能負荷的程度 就要趕快就醫